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 我是做错了 但是这件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解释 一时心中无名火起 猛地一拳砸在了旁边的墙上 这他妈是在演韩剧吗 他一阵咬牙切齿 表情也有心扭曲 上辈子他无心男女之情也就罢了 这辈子自己已经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一切了 居然还是搞成了这样 实在是让他十分恼火 但这自然不是谭儿或是云竹的问题 而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想着是不是该强硬地把谭儿留下来 毕竟在这个男权压倒性强大的时代里 即便自己把谭儿扛回去 打一顿再脱光衣服在房间里关上一个月 估计也不会有人会站出来反对 他正这样乱七八糟地想着 谭儿已经朝他走了过来 伸手抱住了他 他把脸埋在宁毅的胸前 低声抽泣道 我不会走的 仿佛是在安慰宁毅 他又哭着重复了一遍 我不会走的 你是我的相公 还有小夕 他还没卖重岁呢 宁毅抱住了他 却听他诱到 可这次 我还是要去墓园 宁毅想了想 纠结地问道 你 为什么呀 他忽然发现 自己根本不明白 这个朝夕相处的女子 到底在想些什么 因为聂姑娘走了 所以我也要走 我不要留在你身边 让你觉得我过得很开心 不会啊 宁毅咬牙切齿道 你是 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 我 我实在没想过 什么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 你还不知道我吗 我 我从来都不提自己是税序的事 就是怕你会不开心 就算你其实 也并不是那么在乎 你很重要 宁毅其实很不擅长说这样的话 这么一大串说下来 几乎耗尽了她的心里 谭儿在她怀里吸着鼻子 我知道 可还有别的原因 相公 你太累了 宁毅身体一惊 你把自己逼得太紧 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总想做得面面俱到 对我 对小禅 对聂姑娘她们 都想尽一切办法迁就 却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我想过了 聂姑娘离开了 我如果也离开一小会儿 你也许 能想清楚该做什么 她摇了摇头 语气轻柔 我也知道 女人是不该这样的 我 我总小大大学的 也只是相夫教子 是相公你把我教坏了的 我还不是很明白 相公你到底想要些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逼自己 可你既然已经这么做了 我就觉得 也许我离开一段时间 相公会轻松一点点 等到你想清楚了 要把我抓回来的时候 我就会回来的 因为我是你的娘子 你说什么 我都会听她 她吸了吸鼻子 抬头看向宁翼 好不好 宁翼嘴巴张了张 片刻后才到 我 我不想弄成这样的 她顿了顿 她顿了顿又道 你 你们觉得 真的要这样 汐儿呢 你舍得把她留在家里吗 我舍不得 寒儿摇着头 可不原先那里 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不能把汐儿带过去 有奶娘和娟儿照顾她 不会有事的 你 宁翼挥了挥手 想要说点什么 却终究什么都说不出来 汤儿推开她 退后了一步 她脸上还有泪水 但凝视着宁翼的目光 却很是柔韧 类似的目光 宁翼在云竹眼中也见过 小缠过来抱住了她 宁翼也下意识地 将她抱住了 想起了云竹和锦儿 在离开前说过的话 自己身边这四个女子 之所以要离开 不是因为 她们自己承受不住压力 而是因为察觉到了 她身上的压力 他们还真的看出来了 她皱着眉头 说不出话来 这天 谭儿与小缠终究还是没有走成 当天夜里 三人在被子里 无声地抱在一起 谭儿与小缠退去了衣物 搂着宁翼 肌肤如绸缎一般光滑 第二天上午 马车在归寒的尘封中 驶出了汴梁城 而直到中午时分 宁翼才与他们分开 切身去处理墓园的事 汴梁这边就有了相公了 文定不懂的地方 相公还得多教教她 照顾好汐儿 相公 你也要多保重身体 若是 若是憋不住了 我知道的 就去青楼 就忍着 憋不住怎么忍 你这话不合逻辑 轻语声中 三人一一息彼 坠续 李诗诗在这个月底 再次见到了宁翼 正月二十六那天 宁翼给樊楼的妈妈李韵 送去了一张明帖 于是在二十七这天下午 诗诗特地的腾出了时间 等待她的到来 宁翼作为诗诗的儿时就有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私底下与诗诗来往 对于她这次 还专门送一张明帖过来的举动 诗诗与李韵都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无论如何 李韵终于还是见到了 这位奇怪的才子 未表重视 她等在樊楼门口 亲自把宁翼引了进去 然后把宁翼带到了 诗诗的房门处便要离开 打算给两人留下独处的空间 在诗诗的顾交好友中 宁翼是唯一一个 能让李妈妈这样贴心款待的了 然而她准备离去时 宁翼却笑了笑 李妈妈不必急着走 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谈一谈 请坐吧 李韵文言皱了皱眉 但终于还是坐下了 她有些怀疑宁翼 是不是想为师师赎身 然而宁翼要说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 我今天过来 其实是有事情 要请二位帮忙 这里是我新做的两首词 请二位过目 她从怀中抽出了两张纸 交给两人 待两人看完了纸上的词作 抬头用惊疑的目光看向她时 她才开口笑道 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最近在汴梁 开了两家叫竹记的酒楼 往日还可能会开设更多 因此我希望 和樊楼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日后我会给师师写更多的词 但我有一点要求 师师第一次公开演唱这些词作的地点 要安排在竹记 李运看着纸上的词作 又看了看宁翼 片刻后笑道 宁公子是师师的好友 说生意什么的就俗气了 生意归生意 宁翼笑着摆了摆手 不管生意谈不谈得成 我与师师的交情总是不会变的 宁公子真是爽快 李运笑道 那老身也不管玩摸角了 这样一来呢 宁公子你扬了名 你的竹记得了利 朋友之间原本也是无所谓的 但师师成名不义 老身希望宁公子还能另外给师师写一些诗词 让他在樊楼也震一震场子 我希望能够保持竹记的特殊性 但李妈妈说的对 这些都可以谈 其实我觉得光是这样谈的话 恐怕李妈妈还不清楚 竹记如今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请李妈妈到竹记来一趟 看了之后 我们再深入地谈一谈 此外 我与右相府和城外的王家都有些关系 日后与樊楼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机会 这些我们都可以谈 诗诗沉默地看着两人你一眼 我一语地声谈着 类似的场面他见得多了 但看着宁毅这样驾轻就熟地谈生意 却还是第一次 李运也是商场速降了 一开始见宁毅谈起生意 他也只是好奇 但随着交谈的深入 他逐渐意识到 生意场上的宁毅 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对手 便开始谨慎了起来 双方面力藏针地谈了好半天 最后除了李运答应了第二天会去逐渠参观之外 竟然什么都没有谈妥 只是李运离开后 诗诗看到宁毅脸上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才隐隐察觉到 李妈妈恐怕还是招了自己这位朋友的道了 宁毅一连喝了几杯茶 笑着赞叹李妈妈实在是厉害 诗诗又煮了一壶茶 皱着眉头与他谈了几句逐气的事 随后好奇地问道 听说那位云竹姑娘最近离开京城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与农家姐姐相熟 你和云竹姑娘不是拜访过她几次吗 哦 宁毅想了一想点头道 那个叫农谷音的阿姨 是姐姐 实时认真的纠正道 宁毅笑着摇了摇头 她去新州了 说是要回老家看一看 女人啊 我到现在都还没想明白 听起来不是贪心这么简单 嗯 他们呢 觉得我有必要一个人冷静一下 所以就都跑光了 他们 还有我家里的两位 宁毅贪了贪手 不过 还是不要说这种事了吧 李诗诗看着她眨了眨眼睛 目光中颇有些迷惑 但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李运去逐记参观 最后买回来了一大堆新鲜玩意儿 其中就包括了烧蜂窝煤的煤炉 她打算把坊楼里的大部分炉子换成这个 事后想起此事时 李运总觉得自己被那个巧舌如簧的小子摆了一道 而与此同时 祝彪和护三娘抵达了便良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462章 听众朋友们 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有多痛 我无自相 忘了你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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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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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